大家好 这里是海黎汽车台 我是海黎 今天这个视频的制作时间是2020年2月16日 海黎在做这个视频的同时 上汽通用50第二次全网刷屏 50这两天刷屏是因为仅用了三天 就把自己的生产车间改造成了口罩生产线 跟他的神车宝骏730 或者50宏光plus没一毛钱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服装厂改做口罩我能理解 但是汽车制造商跟做口罩有啥关系呢 针对这个问题还离去扒拉扒资料 就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武陵 在新闻报道里 大家都看到了武陵贴在车间入口拔起的口号 人民需要什么 武陵就造什么 这还真不是武陵吹牛 人家真做到了 2月13日 武陵宣布无尘车间将在2月内建成投入使用 一共设置是4条口罩生产线 其中4条为N95口罩生产线 10条为一般医用防护口罩生产线 日生产量预计达到170万个 2月15日 也就是昨天 在新闻联播里武陵已经生产出口罩了 是不是很牛 除了武陵以外 加入到口罩生产队伍里来的汽车制造商 还有比亚迪和广汽 海力猜接下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品牌加入进来 那么汽车制造商凭什么能这么快改做口罩呢 毕竟汽车和口罩谁也不爱着谁啊 不过海力特别负责任的跟你说 不仅能还特别适合 每一辆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英子挺拔 晒涉天际的汽车 都是由三万多个零件组成的 这三万多个零件的背后是上百家大型供应商 每个大型供应商背后 还有成百上千个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生产的零件 涉及石油化工 金属 纺织 涂料等等方面 与其说汽车制造商是造车 不如说他们是零件搬运工和组装工 他们厉害的地方 是把三万多个零件高效地拼在了一起 还不出错 和汽车组装流程相比 做口罩 对汽车制造商来说就so easy了 做一个戴呼吸法的口罩 需要口罩成型机 口罩压合机 口罩切边机 呼吸法充孔机 鼻梁条线贴合机 耳带点焊机 和呼吸法焊接机 不戴呼吸法的口罩还能再少两个环节 武林在广西保林康医药器械公司的帮助下 从从来没有碰过口罩生产 到做出自己的口罩只需要三天 我的天哪 背后是一堆天天和价值上千万数工机床 和大型设备打交道的专业技术人才 这点技术难度 对于这些技术工人来说 也就是幼儿园水平 在这里不得不吹一波中国制造 哪怕在淘汰产能的今天 中国制造仍然保持着最了不起的存在和优势 无论是面对2019年资本的压力 还是2020年的天灾冲击 世界工厂数十年的积累 仍然能够提供令人惊叹的效率和质量 和大型服装企业转作民用口罩不同 武林和比亚迪生产的是医疗机构急需的医用口罩 以后加入的汽车制造商 大多应该也都是生产医用口罩 为什么呢 因为汽车制造商自带净化车间 造车为什么要自带净化车间呢 在新闻中出现的武林CVT装配区 下面赫然写着清洁度等级30万级 这30万级是什么意思呢 30万级指的是每立方米内 有0.5微米大小微尘粒子的数量是30万个以内 在汽车生产流程中 喷漆房也是净化车间 一般要求30万级到10万级 汽车制造也是个精细活儿 如果微尘颗粒混入变速箱 就可能导致变速箱在使用过程中加速磨损 如果微尘颗粒在喷漆时混入油漆 就可能产生肉眼看得见的漆面瑕疵 净化车间不光要有复杂的颗粒过滤和空气循环系统 还要用无菌材料搭建 还要有敷压系统保持车间内的空气压力高于外面 一个净化车间的建设成本少则几十万 多则上百万 汽车制造商自带还不止一个 我就问你溜不溜 除了汽车制造商 很多服装厂也火速改行做口罩 从公开报道上看 服装厂的生产效率基本上一个人一天能做100多个口罩 大厂子一天最多也就能做两三万个 而武林宏光和比亚迪宣布在2月底实现的一天的产量 分别是170万和500万 显然这是依靠半自动和全自动机器生产才能实现的 海里一点也没有瞧不起服装厂的意思 这个时候能做口罩的都是好样的 海里只是感叹一下汽车制造商作为制造业里的人民币玩家 这恐怖的生产能力 疫情的影响对车企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在几天前 北京奔驰就快挺不住了 他们向天津市政府以及天津武清区发函 请求特批北京奔驰在天津武清的19家零配件供应商提前复工 罕见里面提到 北京奔驰已进入停产倒计时的危机时刻 如果2月10日不能复工 单日损失将高达4个亿 同样武林 比亚迪和广汽也都面临相同的困境 而他们在这个时候还能选择做口罩 为抗疫一线提供物资 我们除了敬佩还能说什么呢 海迪觉得首先应该确保自己活下来 活下来却好好赚钱 赚的钱以后就去买通用武林 比亚迪 广汽传奇 还有后续加入到口罩生产行列的汽车品牌 海迪希望疫情早日散去 所有汽车制造商都能成功上岸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哦